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大家好,我是义务社工师安德鲁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社工如何增值这个问题 在学校老师很少会教我们 要如何处理财务管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常常在临床上 会遇到岸家常跟我们抱怨 他这个月的钱又没有了 薪水又透支了 钱不够用 即使我们不好意思跟岸家说 即使我们当社工的 这个月薪水也经常是不够用的 岸家没有钱可以跟社工哭穷 社工没有钱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谁来帮我们自己呢 今天 安德鲁社工师要来分享 智力救济的方法有两个方面 可以完全自救 喜欢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刚入行社福组织的时候 在东区少年服务中心工作 那个时候每个月都有外聘的督导 会来机构进行团督跟各督的督导工作 原本是某少年服务中心的督导 因为请育婴价在家里照顾孩子 就利用一些闲暇的时间来我们机构督导同仁 机构付给这个督导的薪水是原来机构的一半 心想这个行业是蛮不错的一个工作哦 如果督导同时有两三个单位进行督导的工作 那这个薪水应该会比原来的机构还高 而且时间上面可以更好更灵活的运用 在社会工作只要在同一个领域里面工作一段时间 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地位、有名声、有专业 就会有人希望你能够来他们机构帮助他们 当然当外督也要有一定的教育水准 因为这个会跟机构给付的终顶有关系 所以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读书的部分有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说明 第一个是自学读书 这是社会工作者的本能 上网找资料、找文献成为自己解决能力的一个力量 一种能力 第二是文凭 也就是说攻读社会工作的硕士或其他专业的硕士 一方面是学习专业知识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拓展同行、友伴、朋友之间的生活圈 平时在工作上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像我有一次医院要办一个保护性业务的课程 我立马邀请我东吴社工硕班的同学 他服务在某直辖市的家房中心 是一位很资深的督导 那场参训的人数爆满 我给我同学一笔丰厚的讲师费 那一年他服务的县市 某家医院也想要办保护性课程的业务 那就在网路上搜寻 就发现我上课的简章 当中的讲师就在他们县市的家房中心 立马又邀请他再讲一场 这就是读硕士的好处 因为这些人有跟你同领域的 也有很多不是同领域的 相对彼此竞争的关系就少 合作一起可以互相帮忙的机会就变多了 第三是教育训练 在不同的领域对于社工的专业养成看法 有些机构会把教育训练当作员工福利 也是很特别的啦 我自己是认为老板要提供适切的一些教育训练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想想看我们今天如果开一家小吃店 我们需要一个主厨 那我刊登的福利就是 会提供一把菜刀给主厨 这样子有没有怪怪的呢 菜刀不是就身材的工具吗 不是老板就要准备给员工的一个工作的家伙吗 怎么是一个福利呢 在医疗领域的教育训练 会比较是符合相关专科的资格延续的部分 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例如贾类的安宁的训练 社工要完成安宁疗护教育训练 总共八十个小时 其中有四十个小时是病房的见习的时数 另外每年还要继续教育时数有二十个小时 如果时数不够 明年就无法执行安宁的社会工作的工作 医院也没有办法把你作为一个申报健保给付的人 所以在医院工作 对于自己的专业有多少的学分 什么时候需要换证照 是要很注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不小心 造成医院的某个业务停摆 过去我在额绍安置机构 要增加社工或者是申辅员的諮商会谈的能力 儿童局各个机构开了不少的相关的课程 在这些课程当中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Satir的家族治疗的训练 这个课程是儿童局主办的一个教育训练课程 虽然在目前医务社工的工作 Satir的部分给我的帮助没有很多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个案 在一些家庭动力上面 我仍然可以从Satir的理论 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这个就是接受专业的教育训练 给自己增值的一个好处 除此之外 我们谈一谈比较实际 就是如何为自己加薪加钱的部分 去年在专科社工师训练的过程当中 老师有一次他分享他比较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 看到这些社工哥哥姐姐这些前辈们 休息的时候都在看什么书 过去一看 哇!是财经杂志 这些哥哥姐姐 每年都利用年休假出国旅游 对一个社工来说 要怎样才有这样的能力呢? 要依赖平常的薪水 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这些人是怎么办到的呢? 我非常喜欢理财生活通主持人 夏玉芬小姐在节目当中的slogan 人不理财,财不理你 每个人都喜欢 有钱花尽量花 但是钱从哪里来呢? 接下来我分享一下我个人在理财上面的一些小方法 我的经验是把我的薪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生活固定开销 生活固定开销呢 就是把生活当中每个月要支付的项目 放在这个项目里面 比如说房租啊,车钱啊 每个月你都要支出的钱放在这个项目底下 第二个是指生活开销 这个生活开销是指一个变动的 临时的会支出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存钱 如果大家把你的薪水分这个三个 如果分到第三个部分 存钱部分挂零 那就表示你前面的开销开太多了 当如果你开销开太多的话怎么办呢? 我会建议大家 开始有一个记账的习惯 把每一天每一笔的账都记下来 之后来看一下我们花费都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哪些是不需要不必要开的 或者你买了这些东西 就堆在家里都没有用到 其实这些就是一个浪费 我们要买东西的时候 先要思考一下 这个东西一定要买吗? 一定会用得到吗?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不行吗? 我想这个是一个最痛苦的一个生活上面的抉择 我们会感到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能够存钱 让钱不会有不够用的状况 我们会感到非常的痛苦 想想我们的暗家 他们也是经历这样的一个痛苦 我会建议大家尽量每个月可以存一点钱 把钱存下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再把存款里面的钱拿一半出来做投资 我自己比较善于投资的部分是使用股票的这个技巧 如果有时间 我们可以拍一集 如何运用股票投资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在YouTube常看的一些简单的理财频道 投资理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拿来投资的钱 千万不可以是有需要的钱 千万不可以拿贷款借钱拿来投资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使用投资的钱是你不会用到的钱 使用投资的钱是不会用到的钱 这个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要牢记在心 如果大家希望自己社工的死薪水有不一样的收益 就从自我增值增加专业能力 另外还是存钱 我是一物社公司安德鲁 我们下一次见